感觉就当时的情况来看 就没几个好出路 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在比烂罢了 只是国民党比共产党更烂 人民就把共产党推上去了 然后小粉红会吹牛说 立法中间有咨询意见 哈要是正常的西式民主 人大代表有权自己提出法案的草案 立法还需要三读通过 都是一群奴隶在疯狂敛财 跟旧社会的县官地主原外一样 换一个党也是一样的 整个民族都是这样运转 又能左右什么呢 感谢科普 但有明显的错误 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法律上 不是由人大选举产生 是由政府推选 人大有的是批准权否决权 在广东的车间里 莫名其妙就被嫁去北京当人大代表了 荒唐哈和老江一样 我一个上海市委书记 怎么就跑到北京来了呢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我记得大学时候投过好几次票 还真没有人告诉我要选谁 但我毫无兴趣选谁 只认识里面哪个是校长 哪个是院长 画钩提交 大陆间接选举的借口 是说一般人不熟悉大地方的人带 但这种借口 在大陆建国前可是都否认的 这种借口 以前国民党在大陆使用过 说什么权力 是从国民党那里抢过来的 不应该抢吗 国民党的权力是人民的吗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 早已不是建国时 那个共产党了 人大类比到古代 相当于皇帝请各地的相嫌 明示 近身每年到京城交流感情 顺带歌功颂德 但是权力仍然被牢的掌握在皇帝手中 没有人不热爱尊严和自由 但是我们左手没有选票 右手没有枪炮 我们什么也不是 我们只能被代表 他们说我们是我们不是也得是 这期视频质量很高 我觉得王菊视频更新速度不必太快 说实话 有的视频灌水还是有点多了 作为忙碌的打工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都去看 人大对应的是民国的国民大会 类似制宪大会 这个机构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也搁置了 常委会对应立法院 才是一般国家内议会的角色 欧美的选举未必是每一人 每一票且知情的情况下选举产生 要做到同个被选举的人必须是每一人同意 全世界都很难 包括美国台湾 看来是咱毛祖邓祖 长者和涛哥灾的数 咱圣上也是属于后人成梁了 老友骂圣上的 请问没有咱先人的耕耘 圣上能有这么多收获吗 一个人在这种环境内 居然能在之外选举成人大代表 这人能量得多大 而且不走白肯定走黑呀 这人怎么能让他选中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不管我的国领导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吃得饱 穿得暖 有得住 我们的先辈 替我们打赢了战争 我无怨无悔 我爱我的国 王菊花 你看不起农民是吧 不识字 不代表 不理解民主制度好不好 你这个人 不光种族歧视 还存在阶层歧视 职业歧视 你这人太不正确了 每年开学的时候 都有一两个学生代表 或者运动员代表发言 但是这些代表 我们也是从来没听过 没投票过 莫名其妙的 他们就是代表了 也不知道代表了谁 我很爱这个祖国 也爱这片土地 但是上了油管之后 我却深地对这片土地 感到绝望 我们力量太渺小了 远翰不动 他们缺乏监督的权力 最后又会走向文革的道路 原来如此 当年读出中时 政治课本上写着 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就奇怪了 现实生活中 没见他有权力啊 现在看这一期 终于懂了 是怎么回事了 暴力抢来的政权 不能搞选举 又是一个神逻辑 就不说美国了 你在的日本 也是通过暴力革命 从幕府将军手里 抢来的国家 你知道吗 小王你 怎么能如此 没有历史常识 以你们的智商 是不会明白 我天朝的政治制度 优秀性的 你们会看到 我们在不断唱衰中 变好的 毕竟有些人 一秒就能明白本质 有些人一辈子 都不会明白 牛马永远是牛马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世界上所有政府里边 有哪些政府最初不是依靠暴力建立的 很少吧 至少在主要国家里边很少吧 独立 革命和占领 哪一种形式是没有依靠军队的 八个民主党派前三届 有占四成多席次 共产党前三届有五成以上 开始反右清算后 八个民主党派只有两成多席次 改革开放后 八个民主党派怎稳定有三成多席次 直到现在 虽然是橡皮图章 但是政府部门都需要回复每个代表的提案的 有限的资源很难满足所有的提案要求 有的提案也是带着很强烈的利润色彩 大多数都是为自己要补贴要政策的 王菊说的都没错 很真实客观 西方国家和中国是对立的 而国际舆论都掌握在西方手上 中国如果不控制舆论 那估计到处都是分裂了 只能说 生在中国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你呀 离开中国啥也不是 你的财路会越来越窄 你离开祖国时间越长 你的所知所闻也会越来越封闭 最后 就像那个吴国光硕的东西 已经脱离实际被时代抛弃了 劝你回过来 两会屁都没用 改革开放后 腾飞总是事实 有用的民主制度 绝大多数经济低速发展 也是事实 照我来说 全世界制度绝对好的没有 中共的制度打分改革开放后 80分还是有的 看了王菊这期视频 真的很感慨 中共可以把14亿人玩于掌中 同时看到这些所谓的人大代表中 没有智慧和良知的人敢于对这样愚弄人民的游戏提出挑战 实在是一个大国的悲哀啊 上一届人大常委当本届的主席团 相当于上一届的民意控制本届的议事程序 这是相当不合理的 新一届的民意当然是最大的 由新一届民意选出主席团 以及常委会 才是合理的程序逻辑 我们可以农民工 产业工人 进入最高权力机构 这不正式说明我们的执政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吗 如果是一个职业政客 那么这群人会为谁说话 这个问题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啊 墙内的我觉得现在都不能叫做中共了 完全是权贵和资本的代言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父代后父造就了很多精英 这些先父的精英阶层和权贵勾结在一起 彻底垄断了所有的政治资源 新的精英也会被他们所吸纳 什么叫通过暴力 把政权从国民党手里抢过来 一个腐败懦弱到极点的政府 被一个充满生机 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政府推翻 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古今中外一个政权 推翻另一个政权 有几个是通过和平手段成功的 我也投过票 在学校 一个学生干部和一个老师代一对人 推一门而入 一人发一张票 票上两个人名 一个姓张一个姓刘 一个老师在黑白上写了姓张的全名 告诉我们选这个 我默的写了那个姓刘的 虽然我也不认识那孙子是谁 中共以争民主及民族主义战士的 欺骗起家夺政权 人大都是演的 中共就是一个以暴力和欺骗为基础的列宁市党政军 三位一体 党大于国 党领袖说了算的政权 其本质是反民主及反民族利益的 也及一个极度反动反中国的政权 其实不单是这个 有人参加过去一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可能知道 去人大代表五年一届 五年才能投一次票 真发生点什么事 五年黄花菜都凉了 疫情也才三年 而且候选人都是你不认识的 鼓励你投内定的 投票过程中还会各种刁难你 其实这制度建立初心是好的 和老百姓西相关的基层代表直接选举 也是监督政府的一个途径 高级代表间接选举 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结果从执行开始就没考虑过好执行 不培养人们参政议政和珍惜投票权的意识 也没好组织鼓励过基层选举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认为王菊你做实事报道是一流的能客观实事求是的报道 但在实证分析政体以及对客观世界认知上有严重的缺陷 这在你反对的中国认同的所谓自由民主台湾都不受欢迎的事实予以证明了 你即使去了美国也是不会受欢迎的 王菊批判现在我还认同 但是批判建国时就太偏迫了 说什么分赃会议 难道真的让蒋介石这种人当做上宾 并且当时有大量国民党左派和投诚的当政协委员 建国初期完全是一片心向荣割出千年弊断 当然之后众不尽如意 但不能因为后事痛批开始 有一点说错了 国务院总理不是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各部长审计长等都是国家主席任命 在由人大投票决定 也就是说人大没有资格任命国务院总理 只能对于国家主席的任命来投票决定 来自初三学生政治课本里宪法的内容 纠正一下 1954年的全国人大是民主党派极力推动的 当时设想能得到人大来 直接得到人民支持 分享部分权利 张伯军 罗隆基说过这类的话 主席也在北大待过 总理是南开出身 那么没有道理 只有中共能代表工人农民 而我们只能代表知识分子 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1号第45条 宪法第79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 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 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我不管怎样 中国共产党就是给我们带来了 比之前幸福的生活 让我们远离战争的苦难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疫情比美国少死了那么多人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人民政府的伟大 能让我们过好过日子的 不管是谁 独裁者也罢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也罢 我们都要尊重 从小到大就选过两次 一次是学校统一安排 确实是自由选择 给了几个候选人让投票 一个都不认识 只能看脸或者置骰子 一次就是在街上被抓住让投票 这次就比较搞笑了 也是给了几个候选人 但是票都帮你写好了 你就负责投进箱子里边就行了 临走还拍个照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是共产党把中国从腐败的 国民党手中介解救出来了 不是抢夺过来 没有民众基础 共产党也斗不赢 有美国资本撑腰的国民党 当时六亿多中国平民百姓 有多少个能吃饱饭 如果国民党执政 以西方那套政策 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 所谓的西方民主 现在还有公信力吗 这不是很合理吗 就好比联合国 联合国就像是一个橡皮图章 但确实有用 北约每年开七国会议 但要合理化 就是要到联合国进行合理化 这是现实结合法律的一种手段 有的时候光是合法 但列强不执行 又能有什么用 橡皮图章能用得很丝滑 本身就说明这个系统运行良好 5点35分 按照王局的逻辑 美国靠屠杀印第安人 抢印第安人地盘 同样也是用暴力手段 赶跑英国人建国 美国不也是不合法 美国也是先暴力夺权后 成立的国会 不也是你说的 先有政府后有国会 你这视频不是全在胡说八道 一点逻辑都没有 以后少谈这些你不懂的领域吧 完全是主观一段信口开河 人大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 我党把宪法都当厕制 还会把你人大放眼里 其实专制行为的产生 跟选举制度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希特勒是选举产生的 普京每次也是普选上台 日本自民党的专制 也是普选形成的 专制效率稍微高一点 缺点就是跑边之后代价很大 民主轮流坐庄 好处是容易纠正错误缺点的 互相撤肘容易内耗 又在混淆概念了 人大是不是橡皮图章 最主要的是看人大主席团里面的成员 是不是相互制衡的关系 如果人大主席团里面的成员 是党内相互制衡的话 就没有问题的 毕竟中国是一党制 再加入全国各地来的人大代表 都是兼职的你也指望不上 他们能提出什么问题出来 王菊花把最主要的问题避而不谈 就说些皮毛来忽悠人 通过这段事件的观察 我认为 王菊你做时事报道是一流的 能客观时事求是的报道 但在时政分析政体 以及对客观世界认知上 有严重的缺陷 这在你反对的中国 认同的所谓自由民主台湾 都不受欢迎的事实予以证明了 你即使去了美国也是不会受欢迎的 你到了美国会比现在好受些 那也是因为你的分量不够 不值得多看一眼而已 而不是你的见识 共党上台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造反 或农民起义完全是一回事 农民的朴素价值观就是 老子打下的江山 老子就要坐江山 还要传给儿孙 农民里头也有读了自治通鉴的 因为他一直就琢磨怎么当皇上 但是孩童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小农价值观 不会有丝毫偏移 你指望他为社会进步而放弃自身利益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各位看哥鲁吉亚农民 约瑟夫斯大林先生是不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 不要用西方议会制民主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比如把人大政协会议 更多当作是中共收集社会大众民意 也就是对当前社会上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的场所 那么考察这个机构组织有没有用 可以看就是每一年 社会大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 有没有得到国家重视 国家有没有出台措施法律 去解决问题 改善问题 也就是 人民的民生 经济 权力 有没有在会议上得到体现 有没有改善 来作为评价标准 从20年前 就一堆人喷中共迟早要完 他们鄙视体制的落后 嘲讽领导人极权 在他们的认知里 中国如果不按照西方社会的框架 走中国 就永远都落后于世界 中国人民也永远任人欺辱 于是喷出了三个航母 中国自己的第五代战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以及疫情中 比美国少死的那一百多万条人命 所以 到底是谁被媒体洗脑 看不到真实的世界 又是谁永远只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一银 有些时候就想 某些人那颠沛流离的智商 真的不由地感叹 这个世界的神奇 王老师 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您讲立法的时候 举了一个起草义务教育法的例子 说是立法小组请了各方面的专家 比如教育专家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 法律专家等 来起草这个义务教育法 但是唯独和人大代表没什么关系 我的问题是 他们请的这些各方面专家 难道不是人大代表的议员吗 毕竟数业有专攻 您也说了 人大代表有各个职业的人 大学老师 企业家 甚至工具人 他们确实不太懂 义务教育的相关内容 所以 确实请不到一些不相关的 所有的人大代表吧 还是说 您想表达的是 所有的立法程序 在党内部就自己完成了 监听则明吧 人大提的议案水准参差不齐 委员会需要审核我觉得无可厚非 这也黑有点为黑而黑 不可否认民间选举形同虚设 但我不认为 以中国的国情适合照搬西方的选票民主 大多国人受教育程度还很低 意识也淡薄 很多人是依据谁长得有正气 谁名字好听来投票 不受约束的直选会选出些什么人 简直难以想象 但我反感的是遮掩 不妨就坦率点 我们目前就是不适合搞一人一票的民选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 怎么确保能有效 让大家把精力放在优化这方面 而不是在形式上的民主上搞拉锯战 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 最终为的是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 说实话 人类本身就是很矛盾的 西方新自由主义倒是一人一票 但是被有钱人买的 结果也不一定是好的 共产党倒是不让买 但剥夺了每个人选举的权利 都说拿制度来约束 可制度是人制定的 人是自私的 怎么可能全能体现每个人的想法呢 而且每个人想法都不同 这个人好了 那个人不同意 所以我倒是觉得 不管什么体制 有没有所谓的投票选举 最大公约数的公民 能过上自认为的好日子就可以了 毕竟老百姓有没有投票权 都干不过精英层管理层 革命是因为最大公约数的人民 生活不下去了才出现的 不是因为投票和所谓的自由造成的 毕竟人是自私的动物 这其前面部分是既不讲政治 也不讲历史 拿两点来说 政协市抗战后 以中共为首的在野党的共同愿望 是在国民党抗战建国框架下 建立联合政府的正常政治诉求 中共后来在北平召开政协市 延续这一政治理念 在当时的历史情景是十分合理的 而且当时参与政协的 貌似不止八个民主党派 还有就是先有政府后 有国会的例子 在世界上势必揭示 且先不论美国宪法 由密室政治产生 二战后西欧重建的国家里面 哪个不是先重建政府 后面重新召开国会立宪 前面的这两点 讲得充满了刻板印象和偏见 人大是橡皮图章不假 后面的介绍也很好 但是前面这部分的两点指摘 实在不能成立 你这就是专为黑而黑了 为什么不能通过基层选举原因 你一定是知道的 偏蔽重就轻 一 目前国内通过基层选举产生 人大成本非常低 你可以在选举时间 随处看到一斤苹果拉票的 一斤猪肉拉票的 一百元买人头拉票的 导致黑恶 腐败有钱人通过包装成为人大代表 最后大部分的人大都会是这类人 是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的 基层选举一定会实现 但不是现在 因为基层明辨是非 能力太差 文化程度太低 现在的社会舆论左右 倒就充分说明 有辨别能力的人非常少 等国民素质提升 文化程度提升慢 就会实现全民选举了 还有不要为了黑而黑 这样会让你很丢分的 没有素材就别更新 谢 不过前面部分王丧的内容 不够严谨 没法自洽 欧美国家也都是暴力夺取政权 也就日本不是 但凡暴力夺取政权的 都有所谓的分赃大会 你们仔细读美国时 也是一样的 我个人倒是觉得 中共本身的间接选举 两会机制本身蛮科学的 只是在实际旅行中 那种最初的大会精神丧失了 变成橡皮图章 还有就是它有一条协商机制 跟王举讲的也有差异 还有就是基层的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 其实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家就认识不少 我们老家各个层级的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 里头故事也不少 有不少基层的村干部 同时也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做了很多事情 也真的为父老相亲办了不少事 所以你说兼职好还是全职好 真不好说 自己当村支书的你 无论如何 对于基层问题 比其他人更加设身处地的了解 订阅 虽然你的很多观点我不赞同 但也开启了另一个视角 千万不要把片面收集的资料当上方保健 那会步入另一个为了斗争而斗争的独裁误区 中国一个14亿人口国家 人民文化素质差异巨大 诉求差异巨大 国家领导人其实很难 并且每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 手上的牌也不同 历史使命也不同 出牌方式肯定不同 何况有些博弈 国家还得设法让不同素质的人理解 很难很难 我支持国家抉择 因为他们是经过斗争的科班官员 肯定比我们老百姓信息全面 决策远见 我出生在小平时代 学习在江泽民时代 工作在胡锦涛时代 发展在习大时代 我看到了时代的变迁 越来越好 中国只适用于中央集权 不然很容易分裂 没有强力的中央集权 中国可能会分裂成 比欧洲还多的若干小国 我并不想让我的儿子 生活在一个去华中 都还要办几次签证的时代 取关了 感觉不公正了 难道没有发现 是美国人已经处针对中国了吗 中国目前科技处于弱势地位 现阶段必须凝成一股绳来 和美国多亢 埋头搞基础研发 搞实施 真要出现多个党派 随便发言的话 那天灭火都来不及 哪还有心思干活呀 而且现在的国际话语权 都是被西方掌握着 也就是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你自信一点吧 他说你戳逼人 说你是战狼 要吃掉周围的小国家 要威胁西方的体制 你要是衰一点吧 他又说你这种制度不行 要走西方的制度 与其天折腾 这些没用的 不如安心搞建设 其实台湾目前的现状就是一个很好的西方制度试验田 你看现在搞什么样了 街坊的时候还不是怕说民进党被抓 吓得半死 自己不是被民进党搞得服帖的吗 或者再回头去看前几年的香港立法会 就那么点地方 都一团糟 什么法案都有人反对 天拉布折腾 放到我们14亿人口的管理上 那还要不要干事情了 中国是一党制度 如果您看了台湾的选举 也应该知道 不管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在做什么决定前 也会先内部讨论 有了共识 才去立法院投票 唯一的区别就是 台湾是多党制度 中国是单一政党制度 至于人大代表 虽然有很多业余的 但是也有很多专业的人才 多党有多党的好处 多党也有多党的坏处 同理单一政权也一样 比如希特勒 泽连斯基等 也是选出来的 选举未必就能选出人才 也许就是个夸其谈的家伙 甚至是个骗子 我们已经看了太多无能之辈 比如德国总理 全世界在任的还有更多 如果党派太多 还容易形成无能政府 因为了反对而反对 几乎是西方政治的主流 这样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甚至比中国的贪污更严重 因为有些就是政策上的大掉头 中国在很多领域 都做不到专业的人专业干 但是唯独 领导都必须是有地方行政经验的 这点我感觉比西方大的选要好 当然如果做到党内民主选举 让所有省长一级的 都有选的权利更好 当然没有完美的制度 多党和单一政党也一样 中国制度确实需要更完善 但路要一步走 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推导重来重来 不该是应有的选项 因为看现在中国的发展和地位 就应该知道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有效有能力的政党 当然它也有各种缺陷 你可以去批评或者建议 我觉得民众选举可以选举代表 来解决与民众相关的日常事宜 但绝对不适合选举 政治相关的领导人 普通人非政经法专业的 怎么可能选出 能领导国家大事的政治人物 专业的事就要专业的人来做 其次人大代表对法案没有否决权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人大代表大部分不是法律专业 一个法案很难完全完美 照顾到各方利益 非专业人只能从自己生活角度 看待一个法案 反对就一定错误或一定正确吗 如果今天这个反对 明天那个反对 那这法案还推不推 天不干时就开会讨论了 这两个问题 看美国和台湾的大众选举 和他们一堆不干事天 搞选举的政客 就能知道缺陷有多大 美国都快两党打起来了 台湾是台下一面台上一面 浪费了一堆钱搞选举 选出了一堆废物 浪费纳税人的钱 中国政府现在的体制 有利于让政府效率最大化 这也是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政府体制 也有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官本位化和越来越脱离群众 官员贪污腐败就不说了 各都想着搞家族模式 可谓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很多职位给了裙带关系的人 拿着高工资高福利 什么都不做 把工作直接抛给外包公司 甚至有些职位专门为他们的家族成员而设 这部分在体制内有很多 现在经济不好 老百姓日子越来越难过 劳动法是一张废纸 资本家们越来越变本加厉压迫工人 96 单休或者不休 各种招聘诈骗 35年龄歧视 性别歧视 高失业率 马上又一批大学生要毕业了 房地产崩掉后的烂尾楼 高额的房价和高额的利息 食品安全问题 转基因食物 像黑社会一样的物业等 各种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辛苦 活得特别不像一个人的社会民生问题 这次两会都没什么代表题 大部分代表都去追逐政府搞的 鼓励生育 鼓励消费 鼓励买房的一题 对老百姓的困境视而不见 这个才是最让人失望的 不知道是政府听不见老百姓的声音 还是视而不见 都表明政府越来越脱离群众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看历史 每个朝代的后期 大多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朝廷越来越弱 也许政府是为了国家利益 牺牲了老百姓的利益 想压低商品成本 维持三辆马车中的外贸出口 但是老百姓毕竟是人 搞得这么极端 早晚会出问题 不知道政府是否意识到 这些民生问题的严重性 千万别忘了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最后我想说 好多人认为 共产党当初靠打仗 也就是你们说的 暴力建国是不对的 有没有搞错 当时中国被殖民 不靠打仗靠什么 靠选举吗 靠选举能把西方列强 和日本鬼子赶走吗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靠拳头说话 看现在以色列多嚣张 乌克兰多惨吧 真的别被选举洗坏了脑子 选举只有用在对的地方 才能体现民意 用在错误的地方 就会搞出来 泽连斯基和蔡英文赖清德 这种历史罪人 谢经必须败至于上人法尔 敬愿开山祖师 可能你们不懂 谁是真正以讲经说法开创道场 他是以法照来仰慕者 比照宣化上人在美国度化无比丘 治愈老人也在台湾度化无比丘 同样是度化大专院校学生知识分子出家 追随者自动不识 让他创立佛寺 他是台湾近代高僧 成果仅次于土城城天寺广亲老和尚 敬愿所有人际必须熟悉自家开山祖师 他留下红伐土地居于广亲老和尚之上全台湾之冠 去敬愿后院走一走 可以见识到他的红愿有多伟大 他是平伐礼折服相亲父老 自己掏钱给他红伐立生 现在他往生25年后 弟子竟然没有把土地建设成佛道场 有些遗憾 他的资金有些是宣化上人交代广亲老和尚 给他帮助才成果 宣化上人才是真正祖师爷 他到处帮助僧人建筑佛寺 包括世界各地 因为宣化上人应该是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 来人世间振兴佛法 他的追随弟子必须跟着走 有些变成商人才有财物红法立生 他的弟子包括正商名流及国画大师张大迁 所以这些钱及时拿来到处帮助僧人盖寺庙 因此大陆也同步复兴佛法 同步盖佛寺 三 四十年前 如果你们在大陆就可以看到佛寺全部被共产党摧毁 破墙残瓦 甚至一无所有惨状 当时大陆一片死寂 路上行人面无表情 身形受钱 犹如地狱视线 让人毛骨悚然 内心痛苦 佛法被毛泽东集红卫兵摧毁到一无所有 宣化上人及时拿现金 到处找僧人 资助红法建佛寺 所以佛经上说的法灭已经被宣化上人及时复兴 所以大陆佛法已经还原 宣化上人资助世界各处建佛寺弘法 现在是魔王弟子来人世间乱法 依佛经记载 魔药穿着袈裟来灭佛 纽约邪教法轮功李洪志的丑陋肮脏恶行 常人无法想象 李洪志的书文字笔漏 法理不达 他利用大 小周天法理让人误以为他有本事 他是勾结李登辉 及台湾政治势力 以他心痛到处偷人思维 再通知李登辉 顺利找恶劣贪污人际结合运作 以分赃进行窃取国库 及搜刮企业盈余 以无偿贷款做假账 搬出国资助当地选举取得势力 同样以政治势力 挤入当地银行体系舞弊 偷到企业里头 当股东掌控经营权 李洪志提供名单 给李登辉网络一大堆政府官员 一起贪污 变成魔鬼阵营到处祸害 包括政商媒体军警情制系统 地方派系地痞流氓调查局网络运作 台湾变成跟大陆一样 进行政治谋杀 铲除异己 或被提出权力范围 并以欧美政客发动战争 赚取不义之财 以宗教慈善面目 到处以基金会变相运作 才有今天的邪教法轮功邪恶李洪志 猖狂想以魔法掌控人类 想成立魔帝国 谎称主佛误导民众 被其运作变成愚蠢 李登辉 蔡英文 李洪志 侯友宜 吴敦义段一康调查局网络 已经结合运作二十几年 邪恶李洪志家族 必须立刻被毁灭 拯救人类未来是我们的责任 佛经记载 释迦牟尼佛当时回答 魔帛寻将下地狱 所以我才有想法提供大家思维 尽量帮助诉诸社会大众 一起运作比较快速 自己壮大佛思维 想一想 有没有好办法 可以快速运作 不应该辜负祖师爷 宣化上人愿力 他已经把末法救回来 我们必须追随铲除魔帛寻 直到人世间成为极乐世界 截止五着恶事 让人类提升道德 才是正法 0.04分